《三国演义》 一路由诸葛亮亲率十万大军突袭奇山 另一路由马肃镇守战略要地接亭 马肃出兵接亭之前曾立下军令状 表示若有差失则齐斩全家 但是马肃率兵到达接亭之后 忽视了诸葛亮靠山进水安营扎寨的嘱咐 不顾副将王平为军断我水源的警告 屯兵于山上 反而自信地说兵法有云 居高临下则势如破竹 置之死地而后生 最终马肃被曹魏名将张和困于山头之上 断起水梁 马肃兵败而回 马肃施阶亭战局骤变 使诸葛亮被迫退回汉中 诸葛亮北伐曹魏的计划也随之破产 为此诸葛亮下令将马肃隔职入狱 斩首示众 斩首之时全军落泪 诸葛亮已失声痛哭 这就是有名的诸葛亮灰泪斩马肃 但是据证使三国志记载 马肃兵败接听之后并没有回应领罪 而是畏罪前逃了 朱大卫在《马肃被杀真相》一文中也指出 马肃被斩的主因就是施接听 马肃在战争的关键时刻 忽视军纪自作主张 以至于最后惨败而归 并直接导致此次出击骑山的战果 拢幼三郡得而复食 无奈之下大军退回汉中 对于一个军队来说 军纪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军纪如山 违反军纪的人必须处死 况且按照军中的法规 如果将士临阵脱逃 也是必须要被处死的 马肃所犯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错误 虽然说胜败乃兵家常事 从来都不会有长胜将军 但马肃的失败来源于对军纪的蔑视 再加上兵败潜逃之罪 所以罪在避诸 对于朱大卫先生的观点 许多人并不认同 他们认为 诸葛亮斩马肃的主因不在于施接听 施接听也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 真正的原因在于马肃在战前 战时战后的各种表现综合的结果 马肃立下军令状 表示若施接听自愿领罪而死 战时妄自吹嘘 骄傲轻敌 违背军令 导致接听失守 战后明知事态严重 还畏罪潜逃 一个必死的军令状 加上违背军令 谓罪潜逃 这对于军纪如山的军队来说 都是致命性的硬伤 而马肃 却偏偏都犯了 此外 史学界对诸葛亮斩马肃的真实性 也提出了质疑 据诸葛亮传记载 诸葛亮斩肃已泄众 但是据马肃传却记载 肃下欲误故 即病死欲重 马肃被下令斩首 但是在斩首之前 就已经病死在狱中了 这才是真正的 马肃之死 所以有个人生育 那是真正的 我只没说过 一定是真正的 能人生育 我已经比较大人当了 诸葛亮斗 刘主 你 我们可以说 这才是真正的 诸葛亮斗 诸葛亮斗